大家好,这里是河水洋洋实验室 今天和大家介绍上海腊肉面的做法 每个面馆都是一个江湖 在上海的面馆里 腊肉面无疑是最具江湖气的一碗 它跟上海本帮菜讲究浓油赤匠的风情格格不入 跟江南追求精巧细致 内敛克制的处事风格也是大相径庆 如果一定要追根问底 这腊肉面其实还是外来 隐约之中透着川菜的影子 然而,人家就是这样任性 不管事实如何变迁 在每家面馆的菜单上都牢牢地霸住了自己的位置 如果说,大排面是貌不惊人却实力超群的静哥哥 门肉面是外表谦谦君子 内心臣服深不可测的岳不群 那么,这腊肉面就是张扬不羁却人缘即家的令狐冲 好,现在我们开始制作腊肉面 首先是准备食材 取250个去皮五花肉 把它放在冰箱里冻得稍稍硬一些 先将五花肉切成一厘米的厚片 然后切成一厘米粗的长条 最后切成一厘米建方的肉丁 腊肉面的传统做法是用猪肉糜 但是肉糜腥味比较重 为了去腥,就必须充分翻炒 然而,这样一来口感难免变硬变柴 所以,比较讲究的面馆通常选择猪肉丁来代替猪肉糜 至于猪肉部位的选择 一般来说,里脊通脊肉质比较嫩 没有什么脂肪 但是对火候要求非常高 火候一过,肉质就会变干变硬 脂肪含量比较高的部位 比如五花肉,对火候就相对宽容一些 无论怎样,都不要选择那些筋腱比较集中的部位 比如说蹄棒 把切好的肉丁放进一个大碗里 加入1 2茶匙盐 8颗玉米淀粉 和4分之1茶匙白胡椒粉 接着,倒入20克水 用条根不停地轻轻搅拌 直到肉丁把水全部吸收 碗里没有多余的汁水为止 接着,把10克大蒜用刀鸭饼 去皮后切成细末 将5克生姜切成细末 把25克小葱的葱白和葱绿分别切碎备用 将30克红油皮线豆板酱细细切碎 到这儿,食材准备完毕 现在我们开始炒腊肉面的焦头 取一只直径12厘米的小锅 加入前面切好的豆板酱 再倒入30克葡萄籽油 小火加热 同时轻轻搅拌 直到锅里的油变成红色 腊肉面虽然算不上正宗的四川菜肴 但是起码的功夫还是要做足 面汤上如果没有红油 腊肉面的风味和外观都会大打折扣 在另外一只炉灶上 大家可以把煮面的水开始烧起来 接下来我们开始炒肉丁 取之直径20厘米的平底部粘锅 大火预热90秒 倒入15克葡萄籽油 把肉丁倒进锅里 快速把肉丁剥散 不断翻炒 直到所有的肉丁全部变成灰白色 盛出备用 此时的肉丁已经有八成熟 如果还继续留在锅里 火候很快就会过 肉丁随即失去软嫩的口感 还是这只锅子 倒入姜末 蒜末 和切碎的葱板 迅速翻炒 直到这些调味料的香味开始飘出来 倒入前面炒好的红油豆瓣酱 翻炒均匀 把肉丁倒回锅里 继续翻炒 直到肉丁的表面都裹上漂亮的红色 此时肉丁已经有九成熟了 最后加入十颗白糖 翻炒均匀 然后盛出备用 至此腊肉面的焦头就炒好了 千万不要把肉丁留在锅里 否则锅子的余热会继续烹调肉丁 让它变老变硬 今天我们做的是两人份的腊肉面 取一只面碗 在碗底加入四分之一茶匙盐 八分之一茶匙白胡椒粉 和两口麻油 再放上一些切碎的葱绿 作为面汤的底味 将三百克细面放进沸水里面 煮到自己喜欢的口感 把煮面的水舀进碗里作为面汤 将煮好的面捞进碗里 把腊肉丁铺在上面 浇上一些红油 最后再撒上一些葱花 一碗超级美味 让你忘乎所以 忘记江湖 忘记人生苦闷的腊肉面就做好了 谢谢大家观看 欢迎大家点赞 转发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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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并土